Yo 姐妹们你们来了 迷烫的明星化妆室系列又上线了 前段时间霸占热搜最多的是什么 那就是豪门姐弟千金贵公子系列 所以迷烫呢 有求并什么来这个 立马联系上了打造刘诗诗豪门精进造型的春男老师 今天他要给我高级定制一个 特别适合我的豪门妆容 让我马上开始 Ready go 化妆品用的必须是最贵的 29块钱 每次用的都是新的 差点把我带到坑里 女明星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震惊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春男 给老师出个难题 因为我最近又长痘了 老师这个体装可能要下点功夫 的确是我今天一看到你 我就看到这些痘痘了 我听老师说 女明星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老师还说我这情况不算最严重的 我真的震惊了 像你这样的一个皮肤 我其实也是会经常遇到 我也不能让一人就是这样出去 所以我也有一个小的办法 就是今天还是要选择控油 哑光的底妆 而且要非常非常薄的才可以 就是你用很厚的底妆以后 你的这个痘痘会负担很重 就会觉得很厚 皮肤很糟糕 反而不如你用一个比较薄一点的 一个控油的底妆 它会让你的这个痘痘 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明显的 同时又非常的轻盈 我觉得这个是痘痘机 最重要的一个底妆的选择 像这两款粉底 就是我会比较推荐的 一个是Dior的这个 一个是比较控油的 而且它的滋润度还是不错 也不拔干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PAT的这个 这个粉底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柔胶的效果处理的 还是很不错的 对于痘痘机是非常友好的 如果你是痘痘机的话 你就一定不要用刷子了 我们尽量还是像用海绵蛋 像印出 这样把它盖在这个皮肤上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这个粉底确实还是不错的 没有就是很白 像这种 你还是需要用厚一点的这个 遮瑕膏去处理它 用这个尖就好了 它周围就会看得非常自然 而且也很简单 比你用这个刷子 在那一个劲遮呀 省很多的时间和技巧 或者还有一个好东西 给大家介绍 好东西 最喜欢这种环节了 就像这样的海绵棒 做了一个遮瑕的这样去用 然后我自己呢 是有一只这样的一个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海绵头 你很容易掌握它 不感会很舒服 包括我们的这个黑眼圈 也可以这样的去遮 好 我们把这边也涂上 再用一个就是 这个是鲁蛋式的 鲁蛋式的 对 调一下这个颜色 给你棒去遮的时候呢 你的痘痘也不会得到刺激 还是很舒服的一种遮瑕的一种方式 老师说法非常 其实是用量很少 我其实真的没有 在一个化妆品过期之前 彻底用完过 也一样 有一个粉丝在我的微博里面提问 唇幼怎么让它保持干净 然后我就说 你把它每次刮到一个板上 不要直接往嘴上涂 然后他就说 那你给艺人用的呢 我说我每次用的都是新的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每次用的 插着包戴到坑里 你知道吗 他以为我会每个人 都涂那一只口红 在修饰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要把发际线检查一下 让它有堆粉 基础的底妆其实打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修饰我们的黑眼圈 以及我们的脸部的立体感 老师你是同款的粉底液子 对 就是一个阶梯式的 打粉底的一种手段 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 让你的底色呢 看起来显白 又不会假 就是只在重点气氛 像面中啊 T恤体量 我们现在用的是 Lalemashire的这个定妆粉 来定妆 或者我们可以用海绵铺 稍微的压一压 我们看一下两面肌肤的这个对比 其实就没有用特别多的东西和技巧 它就已经变得是 跟刚才有很大的区别了 换了底妆 我觉得我整个脸已经开始发光了 穿到老师的底妆技巧 真的太厉害了 其实我觉得好的底妆 就是让人看起来比较干净 而不是说看起来是一张大白脸 看起来就像是我天生 那么好舒服的感觉 太漂亮了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大地色的眼影 那Tasha Tasha的 对 这些化妆品都好贵 符合今天主题 这大地色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颜色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大地色会比较嫩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大地色里面 加一些不同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说今天要画的这个妆 要让它看起来就是贵齐一些的 所以我们在画咖啡色的眼影之前 我们先在眼睛中间的打一个金色的底 我特别喜欢用追行扫 它特别容易帮你把颜色呢 过度的非常的均匀 然后你看这个金色呢 它也是非常的细 当你就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夸张 这种金色还有一个好处 平铺完了以后我们再去上大地色的眼影呢 不会有一种块块 或者是不容易推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比较滑我感觉 对 特别适合我们一些新手小白 咱们今天这个是带光泽感的眼罩吗 像是我这样的眼睛眼球是略微的眼睛 我老师是怎么去掌握这个打底范围的吗 中眼泡一定不能用光泽感 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会通过这样的一个颜色呢 把它给阔出来 你的眼睛扩大了以后呢 它会让你面部的五官看起来紧凑 然后缩小你的整个一个面部的轮廓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们后面的重点色 和我们睫毛的使用 这个是真正能够让你的这个中眼泡 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的 然后呢我们再选择一个桃皮色 桃皮色 对就跟那个桃子的那个皮的颜色很像 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呢隐形的去放大 又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肿 最重的这个比放到眼尾 然后拉出去 通常我们眼球比较肿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桃皮色呢 从眼尾像我们的这个眼球这个地方过度 内眼角也一样 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光滋感 你会觉得一亮眼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深浅你可以看到眼球的 对它其实就是让你的眼球看起来 有了一个层次感 没有很肿的感觉 我现在就要眼睛打开了 对深浅老师每天就是要这么如此近距离接触女明星 其实我们真的很好奇 明星会长黑头吗 肯定会有啊 其实大家看到的都是一些女明星最好的一些状态 但是她们也不经常会 比如说有特别劳累的时候 胜利期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通过夸张的方式 帮她们就是规避一样 让大家看到她们永远是最完美 其实挺想跟大家说一点 不要因为自己皮肤没有那么完美 没有像女明星看起来那么光滑 自卑啊或者觉得心里装得特别不舒服 因为大家都是人啊 女明星也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她们确实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毕竟还有这么专业的老师在 我们多多学会技巧 也可以就是尽量做得好就行了 其实能用化妆解决的事都不讲事 对 我们用金色的眼影呢 把我们的相影剪的位置呢 也给它涂一下啊 老师相影的范围我可以问一下吗 有的时候我相影的妆会画得比较重 大家会觉得你范围会过大了 其实也不太适合画很重的相影影 你的鼻子在这个三挺里面其实长得稍微有点短 眼睛再给它画的很宽到下面的时候 会觉得你的鼻子的这个长度更短 觉得你更加可爱气了 所以是在调整我的钟情 我特别喜欢用这个金色的大地 让这个眼睛下面看起来是有精神的这样一种状态 眼头可以稍微多一点 眼睛瞬间看起来就有神了 还是这个陶皮色啊这个锥形刷 特别适合画我们的下眼镜 这个宽度你画上去就感觉是刚刚好 不会很宽对吧 对很精致很小巧 画了这个陶皮色呢 我们需要一个更深的颜色 把眼妆更强调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又换了一把刷子 点头刷 要用45度角 从后向前这样刷 到我们的眼球的这个位置呢 就淡淡的消失 然后眼尾这个位置呢 强调向外继续延伸 会使你的眼睛看起来更长 哇这个深色感一下就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女生化妆就是少了 把这个轮廓感带出来这一步 没错 然后带出来之后呢 还没有完 我们要用陶皮色的这个刷子 来把这个边缘给它运得更加的均匀 然后向外拉出来 所以每一层的这个刷子呢 你都要分得非常清楚 这样呢 你就能拥有一个特别自然的眼影的过渡 眼睛瞬间就拉长了 像有很多女生哦 她就是内霜 在化妆当中应该最注意到哪些步骤 我觉得内霜真的是老天爷给你一个特别好的领悟 真的是最好化妆的 像冬雨就很聪明 她经常会在眼尾就是发了一个脸上线 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感觉放大很多 你的眼型就会非常好看 雅睫毛也是就主要粘眼尾就好 会让你的眼睛看起来特别的与众不同 你们这些大刷眼皮就是不能达到的一种美 好了下面有一个小扁刷 来画这个下眼睫 我们来开始画眼线 这个眼线一定要画自为其精细 贵其的妆容呢 眼线一定不要画得太翘 眼线也是因为要把这个眼尾画得稍微干净一些 利落一些 防止它晕下来 豪门天津是绝对不能有晕妆的这个状 化妆品用的必须是最贵的 开场玩笑 29块钱 老师一直想问 湿湿的那个眼妆也是加了蓝色 对 我看出来了 我放到大 这个眼尾有点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开始粘假睫毛了 老师像我这样的眼型 你会根据我的下眼瞼的形状来贴 还是会稍微贴的不一样一点 这个睫毛无论我们贴什么样的 还是要让它跟我们的眼型是一致的会比较好 现在有很多眼瞼下质状 就会把眼睛贴成一条横线 你不需要再下质了 你的眼睛不是属于那种灰烟尾比较高的那种眼睛 所以你如果再下质的话就有点太无辜了 但是我觉得下睫毛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因为你的眼睛会觉得没有特别大的界线感 感觉这个眼睛会无限的往下 所以还是需要给它有一些这个点 就把我的下眼瞼给勾勒出来 让眼型更加明显 对 然后形状会更好看 稳弱心生 天生 那这个千金叫什么大小姐来着 豪门千金 豪门千金它肯定不能只涂大地色的眼影 对 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个豪门千金更好 更好 我们就用了一个玛瑙绿色的眼影 放在眼尾的位置 就是那个眼妆的点睛之笔 对 这个足够贵齐了 是这件咱们是高级定制妆容吗 那这什么的眉形适合我呢 你的五官其实就是有点圆 所以为了让你的五官看起来更加立体 眉毛呢也要稍微有点弧度 先用眉粉把这个眉毛的大体形状勾勒一下 然后我们再用眉笔把细节画出来 眉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粗重的画一下 根据你的脸型来说 你的这个眉峰一定要稍微有一点点高度 抬一下眉毛 你看金的这个位置 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高度的 金是什么老师好深哦 就你抬一下眉毛你看 看到了吗 这个吗 对 你的眉毛就应该在这个金上 如果不在这个金上就不对 对 神奇 大家赶快拿出镜子自己抬抬眉毛 看看你的金在哪 有些人经常会把这个眉毛 画到这个金的下面 比如做表情的时候 明明这个表情到这 但是眉毛没在哪 但眉毛它底下 哦 然后顶上还有一个东西在动 就感觉有两条眉毛 老师现在用的刷子吧 用高号的眉毛 运的更再自然一点 对 尤其是眉头这个地方 然后眉头呢 我们可以稍微画几根出来 眉毛呢也比较过细 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宽度 然后用鼻影刷 站一点侧影 老师 眉毛之后立马就接着鼻影 像你这种鼻子 没有那么长的女生 山根的这个位置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鼻头 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这样会让你的鼻梁 看起来更挺 更长一些 眼距更好也有点宽 在我这边也会加点 然后我们可以把鼻头 这个地方稍微修饰一下 好看 好 我们把那边的眉毛也画上 我说我好霸气 对 有一点点 你都是附加千金了 对 有钱 我十一万富翁 我摊牌了 好 今天我们打栽红 那遮瑕的在遮瑕 那个豆豆又被我刚碰掉了 今天就跟那个豆豆干人了 他就想见春岚老师说 我要出来 我要见老师 对 平常也没有见到他 狗狗的大 腮红呢 我们用腮红膏 哦 伊朗马斯卡的腮红 这个颜色 看着快怪吓人的 看着有点死亡巴比 哦 但他胸上的感觉 其实是只是 一点点提亮的感觉 这个颜色 会让你的妆容 看起来更透 我知道老师画的很多妆 就是很气质 又很有那种氛围感 老师就是有没有什么你独家秘诀 达到一个氛围 我觉得也是要整体的一个协作 我们整个的眼妆啊 还有我们的唇装 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暖的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就感觉非常的和谐 当时去酒店的时候 就已经把那个酒店的图啊 晚上要在哪里吃饭 也够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会根据晚宴的形形 进行适当的调整 来之前是一个天马尾 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太过于做作 后来我们就把它给 变成了一个长卷发 这个颜色呢 就是CENEL的那个818 瞬间就提起来那种感觉 好显白哦 对 我的唇心长得好好哦 好多心 因为每个老师话我的时候 都会说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我纯粹应该是 真的长得还刻意 好好看哦 这个形状也太完美了 好高兴 请各种唇膏品牌 爸爸多看我几眼 我拍了那么多的试色口红 每次遇到好看的唇心 我们都会高兴到尖叫 下次老师找我 好 我们下次拍个试色的 安排 口红刮多了 多头 豪门的 有点钱 有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